学的舞蹈其实都是大量的运用了重复动作 但重复的动作比如说左一次右一次前一次后一次这样的重复动作 但我觉得重复的话主要是有一点就是你线路的逻辑性一定要好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过去这个舞蹈首先第一点你要觉得非常的容易 完了非常的有序就不能东一下西一下左一下右一下 这样是大家不会去学的 所以说呢这是第一点就是你在编舞时候的工整性 第二点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对音乐的形象把握 就音乐的形象性如果有歌词的话尽量去找歌词的形象 懂了吗要如果没有歌词的话你们尽量去找节奏的形象 这个很重要啊完了找到一个形象以后呢 再一个就是进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你自身的一个阶段 再一个这个主要就是长时间编完以后你会有一个准确的习惯和惯性 这样会让你在编创比如说马尼清歌啊 刺者拉姆这样的舞蹈当中 能够找到你自己的魅力就千万不要想着去复杂去难啊 因为你记住就是你绕了一圈已经边难了边过了就是你觉得很好了 其实你离最准最准确的那个东西还是有差距的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一开始就找到最准确的 比如说次真拉姆它是有好多个版本 那为什么就是大家有的会喜欢我这个版本 就是它的难度和符合这个歌的难度刚好是一个比较适中 比较适合的一个程度 对吧 你像包括小酒馆 我上课的时候我研究生编了很多个版本 我也在不断的教他们 但编了以后呢 我就发现他们找不着规律 就是人对那种没有规律性的东西 他不会去想跟着学习的 他会去欣赏 但绝对不会学习跳 在一个现在整个的抖音上的舞蹈 更多的是不单单是你要会欣赏 就是会看 喜欢看 还要会跳 这一点很重要 几乎这能来我直播间的人都是属于自己都能跳的 而且跳的都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大家在创作这些舞蹈当中 我也会尽量考虑到 创作上的一种 符合的一种逻辑 而且适合大家跳